吃喝一天算一天 当一天和尚 我壮一天钟 我带你去看一样西式之宝 走 走 是洋人送你的吗 我的 来来来 来 来来 来来 这儿 你也在这儿等着 来 看看 看看这是什么 天王宋子徒 顾凯之的真品 这 这不可能啊 这是赝品 刘兄 兄弟我家里头也有这么一幅 据传是从纳钦府里头流出来的 不可能 你那个才是赝品 我是什么人啊 我怎么可能把赝品当成真品 我告诉你啊 这个宝贝我藏在那里边 都好多年了 我谁都没给看过 今天冲着你来看我 我才让你保保这个眼福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说什么 兄弟我不胜脚力了 我得先回府里休息了 怎么不可能啊 这明明是真的 你看 老爷 去东城外宅 老爷 您喝多了吧 你才喝多了呢 赶快走 老爷 这时候去外宅让皇上知道了不好吧 要是让夫人知道 赶快走 好 起轿 好 王妈 王妈 桂园干什么呢 睡了吗 把桂园给我叫起来 你个死的东西 怎么这么懒呢 桂园 桂园 福大人 今次已晚 我已经睡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就是来拿东西就走 哎哎哎 哎呀 桂园你快给我开门哪 哎 你干什么呢 福大人 我马上就来了 桂园 我进去就出来 我进去就出来 你这不是穿着衣服的吗 这 这 这这这 这跟刘董勋家里的是一模一样啊 奇怪 太奇怪了 怎么我有什么他就有什么 啊 这两天 皇上有事就先不过来了 全都因为你 险先量成大祸 给我听好了啊 这两天乖乖的在家里头 要是敢乱说乱动 饶不了你 桂园 把门插上睡觉了 知道了 福大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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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部地牢主管朱大头父子四人 昨晚匆匆离开京城 这消息可靠吗 我听东来顺进羊肉的伙计们说的 他们受朱家欺负太深了 我一去就告诉我了 一个刑部的地牢主管 芝麻绿豆打一个管 急急忙忙地跑出城干什么 听说是套两辆车走的 短时间回不来啊 当年福康失忆的时候 就在刑部任过主事 就跟着朱家父子四人有过勾连 莫非其中有七成 老爷 依我说啊 咱们犯不着费那么大劲 一次次地跟福康斗 张绍不是把地道挖通了吗 咱们就直接过去 把贵儿姑娘偷出来不就完了吗 没脑子吧 你把贵儿偷出来了 福康发现怎么办 贵儿就有杀身之祸 一切线索就全断了 我们先把他搞个头晕眼花 等他自己出了错 我们再见机行事 哎呀 老爷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自有办法 到时候 我不但能让贵儿出城 而且我要让福康亲自把他护送出去 打他个油嘴 说不清 这两天 余青侍卫在门口盯得紧啊 你让张绍一定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能出错 成败就在这几天 好嘞 老爷 这儿 哎呀 你拿远点回头再把画给烧了 老爷 这可真是神品哪 小人平生都难见到啊 你说这个顾凯之她的画 会不会有两幅真品哪 老爷 您这是说笑了 这宝物见到一次就很不容易了 哪有两幅真品哪 哪有两幅真品哪 不流传的 我也觉得是啊 把这画收好了 明天一早 拿去跟刘统勋那个比比去 慢点 慢点 这是顾凯之的真迹啊 真迹 福大人 你这是从哪弄来的 刘大人说这是真迹 真迹 绝对是真迹 你看 遗法 麻料 人物神态 高高 真迹名品 了不得 不得了 不得了 这还有藏家的提拔 先生 我看看 这还有纳钦的呢 是 挺好 刘大人 你那幅在哪呢 拿出来比较比较 我哪幅 您忘了 昨夜 就在这儿看的那幅 跟我那幅一模一样 您还说我那幅是艳品呢 我说过 我 我哪有这样的话 福大人 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呢 昨夜看的就是那幅 跟我这幅一模一样的呀 福大人 您可别开这个玩笑 这样的真品能够流传至今 已经是个奇迹了 这怎么可能有两幅一模一样的呢 不不不不不不 鲁兄 真人面前咱不能说假话呀 你要真不拿出来给我看 那你是跟兄弟成心过不去 福大人 兄弟我藏的那些字画 怎么能跟你的相比呢 你就别强求了 刘大人哪 你是当代的书画明家 你就别过谦了 你就拿出来 让兄弟薄薄眼福吧 拿出来吧 真缠不过你 好好好 来 请吧 请 走走走 你看这事儿 福大人 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看 这是云南的山叉花 人家特意从大里给我运来的 每年只开十八朵 俗称十八学士 这就是十八学士的 你看看 刘大人真是雅致非然 是 令人佩服 令人佩服 是是是 没见过 这边请 没见过 没见过吧 没见过 这边请 天哪 伍大人 这是什么 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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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见了伍大人 还不赶快请安 给伍大人请安 给伍大人请安 福大人 福大人 好 那个好 不要在院子里边乱跑 带着刘勇去读书去 我陪福大人去看我的字画 是 老爷 福大人 福大人 走吧 梁大人 他是你什么人哪 那是卓晶 让福大人见笑了 不是 小的那个 穿绿罐的 福大人 这就是您的不是了 下官的见内 什么这个那个的 不是 不是 我是想知道他是你什么人 那个 是卓晶的表妹 表妹 表妹 叫什么名字 双儿 双儿 不是叫贵儿吗 贵儿 谁叫贵儿 真是的 福大人 您可别打歪主意 人家可是有夫之妇 你就是有这个想法或也难以成全了 岂敢 走 咱们平话去 好 走 走 请慢 刘大人 刘大人 兄弟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要事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你 老爷 这么快就品评完了 到底哪衣服是艳品啊 老爷 咱们顺椒回府啊 他们家还有后院没有 老爷你干嘛 我再看一眼 大半天撞着鬼了 老爷 来啊 来啊 老爷 来啊 来啊 这 对 对 最快的 站 请来 使劲啊 你 使劲啊 他妈的 小兔崽 老爷 刘大勋他儿子要拿灯弓帮我 走 上东掌 老爷 您还去啊 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小点声 快走吧 老爷 福康已经走了 估计贵儿也该到了 好 那你跟到东城 要有动静 赶快来禀报 老爷 我真闹不懂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既然咱把地道都挖通了 直接把贵儿偷回府来不就成了 看谁敢来搜啊 就你聪明 谁敢来搜 皇上敢搜 要是让人知道了 他玩弄迷女这个丑事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到时候我们刘家就是个纸糊的盒子 就贵儿这个事稍有不慎 到时候你我的脑袋加上贵儿的全都得交代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不告诉你 哎呀 到底怎么办 哎 大人 小姐可曾外出 没有没有 胡扯 大人 我一日三三都给她送茶打水的 这小院像铁桶一样 小姐怎么出得去啊 你要是让我看见小姐外出 我油炸了你 大人 别动 让我看看你 你可想出去 大人肯放我出去 这几日不行 得再过几天 你要是老老实实在我府里待着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问你 你有没有包妹或者表妹之类的亲牵 没有啊 说实话 亲之慢趣 你笑什么 你说真是个怪事啊 怎么我有什么刘统勋就有什么 我家祖传的字画他有 扳子他也有 就连个桂儿他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其中必定有古怪 老爷 您是不是看花眼了 我能看花眼吗 我像看花眼的样子吗 变戏烦也不能变这么快吧 怎么回事啊这是 嘿